首先它的門面就讓人感到眼睛一亮 熱帶風格的木灶大門 加上漫天的水霧清涼又有氣勢 哈囉大家好 我是德仔 歡迎收看賈文青《比你愛台灣》 讓我們帶著考察的視角 以鄉鎮區為單位走訪台灣各地 今天我們來到新竹縣北埔鄉 北埔鄉的南半部大多是山區 北半部是盆地 有北埔與南埔聚落 自古以來是道卡斯族聚居的地方 在西元1834年的時候 清政府招廣東籍的客家人來武裝以肯 影響所及現今的北埔鄉 是全國客家族群比例最高的行政區 佔全鄉人口的95% 覺得生無可戀的人 可以試試看在北埔老街正中央大喊 台灣人就應該要講台語啊 哎 開玩笑了 菜滿滿湯哦 說到北埔老街 據說是全國古蹟密度最高的老街 這是以北埔慈天宮為中心發展起來的街區 也是當年江秀鑾率領廣東籍客家人落腳的地方 雖然一般民宅大多已翻新 但依然有許多古蹟被保存下來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這棟京廣福公館 它正是當年的拓肯組織營運總部及愛房指揮中心 是現在的國定古蹟 曾經的國家一級古蹟 是新竹縣內唯一的國定古蹟 更是當年國家一級古蹟中唯一的住宅 哎 這裡還是補充一下好了 早期我國把古蹟分成一級古蹟 二級古蹟 三級古蹟 1997年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法後 就改為國定古蹟 直轄市定古蹟 與限定古蹟了 但因為1997年修法時 將原本的一級與二級古蹟並在一起 都變成國定古蹟 所以即使到多年後的今天 為了強調古蹟的重要性 在談到當年的一級古蹟時 還是會常常把這個稱號拿出來介紹 北埔地區有非常多 當初江家開枝三葉後留下的古蹟 北埔老街中除了京廣福公館之外 有1985年被納入京廣福公館古蹟區範圍內 也是國定古蹟的天水塘 它是江秀鑾與其後人的居所 還有20世紀上半夜 江家後代蓋的歐式建築江阿新洋樓 以及難得不是江家的 北埔地區第一位秀才曾學熙 他兒子蓋的中樹塘 鄧南光也算是江家後代 只是父親跟母親姓了鄧 他是台灣最早期的攝影先驅 早在日治時期的1930年代 便受到日本攝影界注意 照片與影片作品都得過獎 更被日本當局選為台灣總督府登陸寫真家 鄧南光的侄子鄧士元 曾在北埔老街附近開了一家士元醫院 現在成為鄧南光影像紀念館 在介紹鄧南光生平的同時 也保留了30至60年代他留下的台灣民間生活珍貴影像記錄 這裡常常會辦與影像相關的展覽 我們去的時候舉辦的是北埔鄉圖書館環書鄉的征圖 有很多小朋友與疑似小朋友的家長參加 作品都很可愛 冷氣也很冷夜 這個景點位於六堂休閒谷 是因為附近有6個灌溉用的池塘而得名 名產是士餅 自從在其中一座池塘邊種了一排駱宇松之後 立刻爆紅成為拍照打卡景點 每年12月到1月的假日人潮汹湧落意不絕 池塘很小 駱宇松也就是一排而已 除了拍照之外 坐在池塘邊放空或到旁邊的咖啡廳坐坐都不錯 但我個人不是很喜歡近年來 全台滿地的所謂櫻花與駱宇松秘境 當然我知道每個國家的人都喜歡異國的陌生景色 但他們如果無法與在地的脈絡連結在一起 對文化景觀來說會是一種破壞 據說已經超過500歲的二寮神木 很親切地出立在鄉間道路旁 他是全台灣平地最大的張樹 高20公尺 胸圍近7公尺 樹冠幅有470平方公尺 2013年時二寮神木受到嚴重的白蟻蟲害 縣政府與民間單位合作搶救 經過人類樹醫生的精心診治 現在二寮神木已經恢復健康 從外觀上還能看得到具保護作用的鐵皮 雖然外觀多了人工的痕跡 但我覺得這讓二寮神木與人的關係更密切 更有擬人化的想像空間 加上樹下小小的貝公廟 二寮神木周圍 滿布著老樹特有的慈祥溫暖氣息 看到麥克田園的麥克不要以為是麥當勞 麥克是中國甘肅地區的一種職業 專門沿著黃河從上游往下游協助收割麥子賺取收入 這是因為甘肅地區比起黃河下游的地勢來得高一些 作物比較慢熟 麥克們沿著黃河往下游打工收割一輪後回到甘肅 家鄉的麥子就正好可以收成了 北埔居民的先祖大多是來自廣東地區的客家人 但如果再往前追溯 可以追到古代的甘肅地區 取麥克田園這個名字真的是意味深長呢 麥克田園是少見以控油為主打活動的園區 不是一般農莊中有一兩座窯給你體驗那種 而是整排整排有幾十座窯讓你控豬油街 番薯跟玉米 雖然沒有小時候直接用野外的土造窯控韓吉 那麼原汁原味 但環境舒適不少 除了控油與烤肉之外 麥克田園其他的設施也相當完善 有供小朋友玩水的細水區 控半天很失敗還可以讓你吃飽的餐廳 以及可愛動物區 我們家小編一直在人家火雞面前講說想吃嘉義雞肉 這個餐廳超級沒禮貌的啊 火雞看起來超壯脾氣又不好 還好有鐵絲網不然可能會衝過來揍我們 總之這裡是很適合一大家子人或三五好友 一起來混一下午的地方 吃飽喝足後可以順道在附近的南浦社區散散步 他們是農村再生條例通過後 第一個核定的農村再生計劃社區 南浦社區曾經困擾於水源不足 後來全村決議休耕一年 並合力修復村裡的百年水尊 讓農作恢復過往朝氣蓬勃的模樣 被稱為南浦黃金水鄉 來往南浦地區一定會經過南浦大橋 因為橋身上特殊的紅色圓圈造型 也有百分橋的稱號 事實上那些紅色圓圈 還真的是一百的意思哦 是為了紀念北浦國小建校一百年而蓋成這樣的 後來有許多考生為了增進考運 紛紛在考試前來這座百分橋前祈福敗這座橋 敗這座橋 可以回去好好念書嗎 龍英宗是日治時期生於新竹北浦的客家裔台灣作家 1937年憑只有木瓜樹的小鎮 成為第一位得到日本文學獎的台灣作家 龍英宗的重要性來自於他所跨越的時代及語言背景 他二十幾歲時在銀行上班 會講日語和客語的他 竟然被日籍主管罵 台灣人怎麼不會講台語 到了二戰結束後 他又必須學習國語 在近70歲的時候 終於突破語言障礙 開始用中文寫作 也累積了不少作品 龍英宗的創作歷程 同時受到殖民與移民因素的影響 反映了那個時代之下 許多台灣作家遇到的困境 文學館所在的建築是北埔工學校日式宿舍 也是龍英宗的母校 館外呼應他的成名作種了木瓜樹 館內除了介紹作家生平之外 還依他當年得獎時的照片 附刻龍英宗書房的模樣 整個文學館小巧精緻 服務人員也熱情友善 南外社區位於北埔市區南邊 往五指山方向的半路上 是以蝴蝶為觀光主題的社區 以引人注目的蝴蝶生態池為中心 在社區活動中心後方 規劃了一塊小而美的區域 一邊有蝴蝶廊道 另一邊有經過整治規劃的小南坑野溪 這裡的蝴蝶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到處都是 我們去的時候 還不是蝴蝶數量最多的春季 但已經很誇張了 大大小小品種不同的蝴蝶 親眼所見 比鏡頭能拍出來的壯觀不少 來這裡除了賞蝴蝶之外 還有蝴蝶形狀的客家米食蝴蝶板 與蝴蝶餐可以吃 各式各樣的蝴蝶任均享用 而不對 是各式各樣蝴蝶愛吃的植物任均享用 北埔冷泉與蘇澳冷泉 並稱為全台為二的冷泉 水溫在10到20度之間 是含有大量二氧化碳的碳酸氫鈣泉 從竹37號線到的一側 可以看到好幾家商店與攤販聚集 走過吊橋與水泥拱橋 到大平溪的另一側 就可以看見冷泉設施 有深淺兩口泉池還有泡腳池 但現在不知為什麼 只開了較深的那口池而已 因為北埔冷泉就在西邊 加上近在咫尺的大平溪藍沙壩 在溪谷裡玩水的人 比泡冷泉的多很多 附近可以看到好幾面政府立的牌子 告訴大家這裡是開放性水域 河流湍急水深危險啊 開放性水域是什麼聽起來好可怕啊 只要不是游泳池都是開放性水域哦 湖啊海啊河啊溪啊 只要是自然形成的都叫開放性水域哦 我是覺得啦 原則上每個人本來就應該自己注意自己的安全 高山大海森林小溪都應該儘量開放 讓人類有自由探索自然的機會 自己不注意不小心出事了 也不要去牽托政府 如果真的覺得太危險了實在不進不行 那就直接進 放這個告示恐嚇你說很危險 但又沒有要禁止 然後現場看起來超級不危險 爆多人在玩的不知道要幹嘛 真的要做警告標誌就要像這個 這種一看就會覺得好好好 我知道了啦 真的很危險好不好 這才會有效嘛 在竹東鎮那集曾經提過 新竹五指山的東半部在竹東鎮境內 西半部在北埔鄉境內 所以五指山山腰與山頂兩條步道 也都會經過這兩個行政區 上次我們介紹了大多在竹東鎮境內的 金龜岩步道與侯洞步道 這一次就輪到在北埔鄉境內的 五指山橫向步道了 五指山下有一整排宮廟 分別奉寺不同的神明 例如全國唯一 供奉趙王爺的趙君堂 供奉御帝的七個女兒 又叫七娘媽的七仙女廟 供奉齊天大聖孫悟空的大聖爺廟等等 其實附近還有主寺玉皇大帝的玉皇宮 以及少見主寺盤古大帝的盤古廟等等 真的是臨山寶地廟友夠多 感覺都可以開主題樂園了 可惜我們時間不夠 否則全部逛一輪應該也蠻有趣的 五指山橫向步道是一條輕鬆好走的步道 如果從西往東走的話 只有開頭一小段陡上比較辛苦 在半山腰左轉之後 就都是平緩向下的行程了 沿途鳥與蟲鳴 有一段穿梭在柳山林間非常愜意 中途在步道右側有一片陡峭的大岩壁 從這裡往左看 除了美麗的層層山巒之外 也能遠望新竹的海岸線 我們去的時候正直傍晚時分 景色很美 在北埔鄉的最後 我們來到了這集的重頭戲 綠世界生態農場 我多年來對綠世界的印象 都來自於這支洗腦的廣告片 新竹 梅布 綠世界 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一直以為綠世界就是個 大型植物園或花園之類的 大概是那種規模不大 維護很爛狗言殘喘的 自稱為主題樂園的地方 但這次終於正式造訪之後 我是徹頭徹尾的對綠世界改觀 幾乎每分每秒都是驚喜 可以說 綠世界是我見過台灣規劃與營運 維護最有質感最完善的主題園區了 好話說的很誇張哦 慢慢來說 首先它的門面就讓人感到眼睛一亮 熱帶風格的木造大門 加上漫天的水霧 清涼又有氣勢 進門往左走 是頗有熱帶水域風情的天鵝湖 關起來可以在民眾周圍自由走動的 在可愛動物區中 各種雞啊 兔子啊 天竹鼠啊 滿地跑 這應該是我第一次看到天竹鼠 不是被放在箱子裡展示 也很怕會一個不小心踩到它就GG了 同一區裡 還有我也是第一次見到的活山腔 以前都只有在山產店的菜單 生物多樣性探索區也是 剃湖就站在你伸手可擊 但不能伸手因為會被咬的距離 然後最扯的是這個 這麼大隻的蜥蜴就這樣隨便丟在地上 這真的是可以的嗎 他們也會在每天的固定時間 把草泥馬放出來在草原上晃來晃去 雖然是不能跳上去騎 不過綠世界 可以說是將與動物共處的氣氛營造得非常好 在植物部分有香草植物啦 仙人掌啦 還有最特別的食蟲植物區 豬籠草 捕蟻草 毛毡苔 等等 只有小時候在課本裡看過的食蟲植物 可以一次蒐集完成 綠世界生態農場在設施的規劃與維護上也很完整 有果汁吧 景色無敵的雨林咖啡 禮品店啊 主題餐廳什麼的就不用說了 但他們連美食街 都是由知名餐廳唐朝入住經營的 最重要的是 這些設施賣店與餐廳 都是在維護良好的狀態下持續營運中的 即使我們去的那天是禮拜二 非週末假日時依然全數開門營業 這真的非常不容易 我覺得台灣的各類園區 最缺乏的就是維護與服務 不是每個園區都是迪士尼樂園或環球影城 能夠靠什麼獨步世界的設施 景觀或創意吸引遊客 比起老是吹牛自己蓋了 怎麼樣又怎麼樣厲害的硬體設施 更重要的其實是 服務品質的維持 與園區環境維護的用心 我覺得綠世界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好 是我很不爽沒有拿業配 但還是要用力推薦大家來玩的地方 不過最後我還是建議一下啦 是不是要考慮換個名字啦 綠世界這個名字會被誤以為是植物園啊 真的 好啦這就是今天的 蔣文青比你愛台灣 拜託訂閱分享留言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小鈴鐺 其實是我們 nécess boost acquis minida 應該是否 可是我們下次見 astics從 快點 玩玩耀 odor